大家好,歡迎觀看居家101,我是阿杜 我們今天要來講解如何維修卡住的修剪器 這種修剪器叫做Hedge Trimmer 我們之前修剪院子的視頻有用過 那個視頻我整理了一些修剪院子可能用到的工具 各位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們就開始吧 當你的Trimmer不動時,有四種可能 第一種是電池壞了 這裡只要把電池充好電,換一個工具試試看就知道了 Ryobi的電池只要電壓一樣 電池在工具鍵是可以通用的 如果電池是好的,那就是工具的問題 最後分成三種情況 電線或開關壞了 馬達壞了 或是只是卡住了 不管是電池或是工具 Ryobi是有兩年的保固的 兩年以內只要你聯絡Ryobi,他們會寄一個新的給你 如果超過兩年,或是你覺得應該是卡住了 那我們就把它拆開來修理 電池壞的話就沒辦法了 只能換新的電池 我們現在開始拆工具 先來看看有哪些需要拆的螺丁 大部分螺丁都在這一面 把手部分的比較淺 你可以看到這種是新型的螺丁 這些深的也用的是一樣的螺丁 不一樣的只有前頭這兩個擋板上的螺丁 他們小一些 這邊要注意,這些深的螺丁非常深 你必須要找到夠長的接頭才行 因為起子本身太粗,放不進這個洞米 我們可以過去嗎? 接著με一個會議 但是我們可以用到去或是一帶 我們應該去搅担拔,如果可以用到去 和放是三花壁 我的家人很喜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把手要拆下来 前面这个挡板的猩猩螺丁要小一些 移出两个小猩猩螺丁之后挡板就可以拆下来了 全部螺丁都下下来之后这个外壳就可以拆开了 拆开后我们看一下构造 电池从上面供电 然后这边有一个安全锁 按下安全锁才可以按下开关 这个开关启动中间的马达 驱动前面的修剪器 坏掉的概率不大 但是我们可以检查一下电线 看有没有分离 也可以把这个开关拆下来测试一下功不工作 测试开关的方法 我们以前在尝试维修微波炉的视频中介绍过 用三用电表的风鸣档 按下开关前后的状态应该是会改变的 像这个开关 平常用电表测试不会鸣叫 按下开关之后 就会有鸣叫 而这一个开关则是平常会鸣叫 按下开关之后就不叫了 中间的马达也有几率损坏 但是最常见的可能性是前面这个修剪器卡住了 这其实还蛮经常发生的 这种情况就要把修剪器连接马达的部分拆开 它是有几个十字螺丁固定的 打开之后里面有个齿轮 这个齿轮只要阻力过大 就会卡住不动 我们把它打开 把这个轴挪动一下 确定齿轮是对齐的 然后转动是顺畅的 不行的话有时候用钳子夹一下 把这个轴对齐就会好 既然打开了就顺便润滑一下 齿轮的部分可以用Gel Grease 或White Lithium Grease 然后我们家修剪器按照拆下来相反的方法装回去 因为这个转轮就可以了 试试看 试看问题有没有解决 最后我们把修剪器也润滑一下 修剪器会沾上植物的残渣 所以最好不要用White Lithium Grease 除非你用完之后会清理 不然我建议像我一样 使用前喷一下车库门专用的润滑机 这样我们就完成啦 如果您觉得视频有帮助 请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我会尽量更新各种居家建议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非常感谢 谢谢收看 麻烦 文账 文账 ynvine 文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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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账